所以说外边报价 你一个车库收你2500 但是你也可以自己找 教大家自己把这个车库地给整一下 如果有选择困难症 绝对不适合到这边来 你看像这种地板 它底下就是水泥刷了一层 家里面的车库可以做得更好 很简单 成本多少钱 我就算一算吧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一般的那种刷墙的杆子 它就是一根杆子 它不方便 这个你看 按一下 它就可以伸缩的 它比较好使 能守什么守时间 因为时间最宝贵 所以我们选这个吧 我今天看了一个这个 我觉得就特别的好 你看这个是做这个滚子的 这个滚子的尺寸有大有小 这个滚子就小 这个滚子就大 你看这个东西 它是可以伸缩的 但是这贵22亿个 桌子给大家生 结果教着大家花钱 这个装备就它好用 下边呢是买这个刷子 这种刷子学问特别的大 你看这些刷子 各种各样都有 贵的它有15块钱的 那便宜的呢 你让一个大刷子 它有一块8的 差别在哪呢 差别刷出来的油漆的品质 真的是不一样 如果呢 你在家里面刷内墙的油漆呢 最好有一把 衬手的一个刷子 它刷出来比较匀称 然后不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种杂质在里面 我们刷车库啊 真的没有人会趴在车库 旁边那个水泥上去看 所以我就选一个 就选一个这个就好了 这个多少钱 4块多 然后油漆啊 还是要有一个托盘 就是把油漆倒到这个托盘里面 你看我选的一个刷子 都是贵的 你就在这个托盘里面这样去蘸这个油漆 对吧 蘸这个油漆 然后这么刷 所以这个装配 基本就齐了 那下边呢 我们再买一个蓝胶带 蓝胶带就是一般的在室内上都会用蓝胶带贴一下整个的这个边啊 因为它这个滚子不容易滚到旁边把那个其他地方的也沾上油漆 它这个厚度都是不一样的 就宽的有窄的 而蓝胶带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它的粘性 因为有的特别粘 你要是贴在柜子上 就有可能把柜子的漆给粘掉了 所以它粘度不一样 它的宽窄程度不一样 和厚度不一样 所以这个水纹还挺大的 咱们要不要来一套这个 专业的制服 你看这个 这个是套在头上的 把这个头给蒙上的 咱们也来一个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刷漆的这个油漆在哪 你看一般来讲 你如果不是特别挑它的样子 你像那种涂水泥剂的这种漆 有好几种 最普遍的家庭用的就是这个 epoxy 这个是多少 这个也是179 把它查一下看一下 里面有什么 你看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小滚子 它已经给配了一个滚子 里面是液体的 然后它直接粘在这个地上 这个就是小碎片 撒在这个上面 这上面有写 你看两个半的车 其实真的不够 一般来讲 你勉勉强强能把一辆车库刷干净了 错了 如果你自己刷 从来都没有刷过 我觉得最好还是买一个 整个一个package 它里面什么都带了 拿回去不用自己搞 像这种 我觉得187的这个 就可以了 然后像这种小量片 就撒在车库上小量片 也可以单买 18块钱一袋 基本上一两袋就足够了 因为不需要撒满 399一共 咱们这是升级版的 如果降级一点 哪一个东西都降级一点的话 我估计 250 哇哼哼哼哼哼哼哼